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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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溪河盘出 种下了因果 世间的奈何 明明就割 倘若燃尽星火 总共守天下如何 历历过过 唯有相思寄托 我念着你 深深济流 湖面中停泊 人间烟火 星河暗涌 沦陷与你流转眼波 我念着你 三山石盆 奈何交变过 看月色成夜 陰你悄悄灼灼 一高楼 黄黄 花 好了 我写好了 你许的是什么月 放吧 你来啦 为何要见我 你来啦 子鸢 是朕对不起你 对不起永宁 更对不起弟家 只希望君臣相接之事 只希望君臣相接之事 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朕老了 等太子回来 你失去 失留 就让他来决定 朕老了 他不会重蹈朕的覆车 我也相信他 我一定会把大京的储君找回来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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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叫大夫 女郎 不要去了 不要去了 大人 我这便是田医 可是 我先要说 我先要说 明星哥哥 你的身体还没有好点吗 我的病没事 放心吧 不是这样的 大人的病从来就没有好过 他为了你 李良 大人一直守着那个承诺 那个月 玉琳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吧 李良 李良不敢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出去 明星哥哥 他 你对林郎也太过严苛了点 他的确是在关心你 这些年 你为我做了很多 你很辛苦 我都知道 现在 要得来 还在哪里 条件最后 你的力量 你应该尽快 你应该尽快 得自己是 得收拾 好 你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陛下 将朕并非的消息传出去 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发现尸体 朕相信 他一定还活着 是 朕并非得了 朕并非得了 琳朗知错了 大人别生气了 琳朗 我一直知道你 是大帝 懂分寸 但今日你渐月了 琳朗不忍看大人独自生情 大人为帝小姐付出那么多 不比太子殿下生 您为何不告诉他 我一心将就无 告诉他又能如何 可大人明明和帝小姐 早有婚约 那款玉杯 必是定情之物 您何必委屈自己 但当年那份圣旨一下 我是婚约别荡然无存 你要我如何告诉他 这份已不存在的婚约 可是大人可以 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 以后我不信再提 如何 你别难过 我再换个房子给你付 只要我们坚持 你的眼睛 是一定会好的 算了 莫双公主 你以为我试了许多房子 我的眼睛 算是废了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都还没有放弃 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多谢 明日 明日 明日我们再试 家长帝身体抱恙 阿世 怎么了 你下去吧 是 大靖传来消息 说 家长帝身体抱恙 怕是没有多少失了 是 莫双公主 陛下执掌大惊十几年 这消息 不会随意传到北亲的 我没有撒谎 是真的 我知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 陛下一身 关系这大惊安危 天下太平 他若不愿意 这消息不会不惊而走 所以你是说 这消息 是大惊皇帝特地收益 那为什么呢 是时候回去了 可你眼睛都还没好 等不了了 麻烦莫双公主 替我背车 好 多谢 对了 你回京后 要是安乐姐姐看到你 她肯定会很惊喜的 天下 殿下 小心台阶 太子 是你吗 陛下 您醒了 太子 真的是你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太子 让朕好好看看你 臣不休 让陛下忧心了 没事 眼镜 你这眼睛怎么了 臣的眼睛 不幸在青南山上受伤 陛下 您的身体可还好 朕的身体啊 日渐不济 日渐 朕怕 朕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臣不想 臣双眼为鱼 怕陛下见了游行 回来就好 来 慢点 小心 来 坐 放心 会有办法 就算是方便天下名义 朕也会让人把你的眼睛治好 臣谢过陛下 对了 你去过紫园那边了吗 臣与他不必再见了 从前以后 他若留在京城 我与他便是君臣 他若不留 我与他便是君民 太子 无论如何 朕只希望 你呀 不要让自己后悔 殿下 我们是去太子府吗 去灵香楼 我想见一下骆明夕 是 初春时节最容易炸暖还寒 你要好好敬养身体 不要耗费太多心神 这些年要不是因为我 你的身体也不至于病入至此 放心吧 我身体没事 地家和静男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 你的身体更要好好的才是 我在京城折负了十年 如今 东家终于东山再起了 我可得赖着你 你都是要娶妻成家的人了 老赖着我做什么 我本就是静男人 有静男的姑娘 我在京城跳什么 你就这么瞧不上京城的姑娘 是 我喜欢静男的 小心 好 谢谢啊 你方才说什么 没事 我说 你多看顾自信 别老替别人着想 各式各样的职业来 对 今天是一位的高岸 看一看啊 殿下 他们走远了 我们跟上去吗 不必了 回去吧 是 子言 你真的决定留在京城不回京城了 是 那好 那我也不回去了 毕竟在京城待久了 回去恐怕会不习惯 你就不用送了 我自己回去吧 好 听什么 来 拓过的 殿下 怎么了 剑宋 见过殿下 剑宋 真是殿下 值得 好 你还活着 正是 属下当人坠崖 幸得贵人相助 才得以生还 殿下 好 活着便好 属下今日来 是要带殿下去见一个人 谁 属下的救命恩人 也是能治殿下眼睛的人 殿下 太监 好 见过帝前辈 坐吧 来 喝杯茶 谢过前辈 你的眼睛 我或许可以遗示 前辈不必宽慰我 你何必心思如此沉重 致了再说 紫园 到处在找你 你回来的消息 要不要告诉他 为何 知我归来 他会做什么我知道 但千辈 我这双眼 已不能做大惊主角 汉叶 你是打算和紫园 划清界限 再不出事 是 汉叶啊 你跟紫园 就不要再重蹈 我们的覆辙了 大清江山需要他 汉帝两家的仇怨在前 我不出现 才是对他最大的比翼 以前的事 过去就过去吧 你真这么想 是 可是想当初 你为了紫园 不惜从清南山 一跃而下 前辈 我当日不止为他 更为大惊 你与紫园 如此刻骨铭心 你当真放得下 我与他 都有各自的责任 都应该重新开始 然 总是要往前看的吗 也罢 你先住在我这儿 我把你的眼睛治好 不过 切莫心急 谢过前辈 小姐 这现在外面都在传 说殿下凶多吉少 还说小姐您权倾朝野 拥兵自重 还与寒家有仇 说这大境多半是要变天了 他们就知道瞎说 小姐 小姐 何事啊 太子殿下回来了 他在哪儿 快带我去见他 在扶灵山 但是小姐 我听帝家家主说 太子殿下不想见你 见不见我 由不得他 小姐 你看这样可好 我 我 允浅 我会不会看起来 脸色不太好 太憔悴了 还有这头发 不会 小姐永远名言动人 是 天哪 这头发 你 这是 什么事啊 我 有什么事啊 你 没有事啊 我会不会看起来 你 这一个个的 都不知道遵老爱幼 我会看起来 你已经回来好些日子了 真不想见他 十二至十三 前辈 您输了 输了 不行不行啊 这我得重新下 前辈 对着一个瞎子会骑 这可不太地道了 算你赢 行了吧 你不会是因为眼睛瞎了 所以才不肯见他 韩燕啊 他又不是个看脸的人 你怎么也跟那些凡夫俗子一样 拘泥于这些呀 前辈有所不知 他当年可是打着太子荣冠中原的启号进京的 我和他之间 隔了太多人和事 更何况眼下失去不稳 见他 只会让他卷到更多的是非中去 是谁 你是何人 殿下 奴才因不能经常在山上伺候您 因此地家主特地遣了一人过来 前辈 前辈 她是您的人 是 这丫头是我带来的 快 去重新七壶茶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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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水开了 他回来这几日一直都住在福灵山 是 殿下不让奴才将事情告知您 所以明明是生离 他却要当作是死别 殿下的心思奴才不敢揣夺 大人 这 大人 您接下来打算如何呀 既然你都说了 我是地生天带来的丫头 我自然是要留在这儿 这 这要是让殿下知道了 奴才我可就 放心 不会让他知道 这 就您这七茶手艺 想不暴露都难 前辈 我已习惯自己一个人生活 不需要外人服侍 你呀 这平时跟我下个棋 都要极力站在旁边 喝个茶便能把我的茶碗碰掉 寒夜啊 我这可没有多余的东西让你遭奸啊 要不 你就让这个丫头留下来伺候你 要不 你就离开我这儿 不过我可有言在心啊 你要是离开我这儿 你的眼睛 我是没办法治了 你叫什么 殿下 他是个哑巴 是 子 鬼 你走吧 吉利你也走 好 殿下 这丫头哭了 她在那儿比划着 要是您不把她留下来 地家家主 会责罚她 好 我知道了 别哭了 你们都走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你 自贵 子鸢啊子鸢 你泡的茶 是有苦有色 姐 尼西哥哥 我没事 海叶怎么样了 一切都好 只是眼睛看不见 那我就先不去见她了 你带我看看弟前辈吧 嗯 嗯 顾祖母 你小子怎么来了 弟前辈 来来来 坐 顾祖母 顾鸣西可不是空手来的 顾鸣西可不是空手来的 西山白鹿 我看啊 你来看我是假 看寒夜是真 顾鸣西可不是空手了的 你也有手去空手 她是否适啊 你不这里啊 你自己都如何 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计算啊 她来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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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思缜密 应该已经发现是你了 只要他不同魄 我就能多留一天 你就不怕 他变着法地驱赶你 让你吃苦头 他呀 谦谦君子 他做不出什么 出阁的事情来 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还是脾气 这些都不重要 顾祖母 我想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她的眼睛质不质得好 就看一位药营有没有 盛开的长丝花 长丝花 那这还不简单啊 我教人从靖南 孕一匹过来就是了 长丝花在靖南本属西寒 若千里迢迢将花送到京城 定会败了 北地天寒 即便拿到种子 重新播种 也很难存活 再难我也要是 即便寒叶的眼睛一辈子不好 我也要陪她一辈子 就怕你到时候 白忙一场 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 当年用三万水石求架的时候 我就见识过她的铁石心肠 好你个紫园 我没看到你死皮赖脸 追着她的样子 实乃我弟胜天 此生汗室 孤祖母若是想瞧 这几日盯着瞧便是了 好 孤祖母 你放心 我有信心 是啊 都知道你能吃苦 当年在归言阁 就算受伤了 也不喊疼 结果自己 跑到房间里 偷偷抹眼泪 你知道此事啊 继续 真香 你小子 茶涌得真是好 来 来 尝尝这杯茶怎样 西山白鹿 怎样 比你刚才那杯好喝多了吧 清朗淑雅 回甘良久 她也来山上了 果真是瞒不过你 要不要去见见她 不用了 劳烦前辈替我谢谢她 那这壶茶 你可得慢慢地喝 她走了 可真是没人能泡出这么好的茶来了 我家那小丫头 粗枝大叶的 不会照顾人 你可要多担待啊 让她走吧 我的话不管用 前辈的话 她还是会听一听的 我的话 她就会听吗 自从她出生以后 我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遇到了那么大的困难 但我都没有帮过她 我有什么资格对她说三道四 韩燕 你要是真不想见她 你就自己把她打发走吧 殿下 殿下 我不像她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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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回来了 鸣下 鸣下 你怎么来了 我听吉利说你在这儿我就来了啊 殿下 殿下 你的眼睛 我没事 难怪你 难怪你不回京城 来 先坐 我 我就是不想让她觉得 我们帝家的女儿 娇贵作作 吃不得苦 我记得当年让我入京 我心不甘情不愿的 好像心里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还在父亲面前 苦苦哀求了半个月 后来还捎带着你一起入京 来给我撑腰 进京之后 所有数得上名号的世家小姐 都到我面前走了一遭 说些酸话也就算了 还挨个儿给我使绊子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这位太子殿下 在京城是一个香嬷嬷 谁都想要咬上一口 是啊 那个时候 海叶荣冠中原的名号 已经崭露正容了 可我是谁啊 他们一个都没讨到好 全都忽略略地 被我给整治回去 那些上门的世家小姐 难免会有个亲戚 舒嬷出跳的 你是怎么整治他们的 我既然是以 准太子妃的身份来的 那我就不会让他们白揽 我跟你说 当时我从宗祠里 把太祖的遗旨给偷了出来 他们每来一个人 我就让嬷嬷给他们念一遍 你想啊 每念一遍 他们就得跪一次 鬼还敢再来认我 我就说嘛 你刚到京城的时候 总有十家小姐当门 后面一个都没有来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后来有一次 我在整治中医侯府敌女的时候 被她瞧见了 等那个姑娘走了以后 她才慢腾腾地对我说 哎 滴家的丫头 我看你在静南 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肯来太子府 感情是唬人的吧 谁知道你现在拿着 太祖的圣旨到处嚷嚷 指不定对我怎么满意呢 韩业还有这样一面啊 当时我还小 脸皮不像如今这么厚 被她这么一说 我扫得不行 我立马就想跑 她却低着领子 把我给抓了回来 对我说 我就喜欢你这种霸道 又不做作的女孩 可现如今 她却将我拒之门外 你说 你说 我们怎么就走到今天了呢 我起初确实是谁也不想见的 但后来 我有些想你了 我有些想你了 最近功课怎么样 我不在你身边 切不可荒废了 我哪有荒废 我都做完了 我下次带给你看 好 殿下 殿下 我说错了 对不起 无妨 我试下了 没什么不好说的 来 我给你尝尝 落鸣西泡的西山牌路 殿下 你是因为看不见 才不理解解吗 这花儿 定会开吧 不出意外 定会 好 等到花开之日 我再将她送过去 免得空欢喜 免得空欢喜 我相信肠子花盛开之时 一定很美 她必然欢喜 恐怕这会儿 我不能送给紫园了 为什么 因为孩儿的眼疾 需要她来做药引子 她 我再种此花的本意 就是希望紫园开心 如果她 能让寒爷的眼睛重见过敏 我相信紫园会更开心 这或许就是天意 也是这话最好的归宿 也是这话最好的归宿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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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Konstantin 大人 大夫刚走 说大人只是染了风寒 休阳几日 并无碍了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我生不了多久了 若孤主已知 这颗心怎能安放 请我所有怜起锋芒 你一丝心伤缘 只渴望不可念想 好无尽此生 又何妨 我为你陡落一身风雪 月光为你停留 不谈风月 我陪着你把命运寄我 是我年少久违的梦 微光倾尽了我 若死无悔 乃世重逢如何 可记得我 我忽然才童 music 曾经的反应 若你快乐 我忽然尽了我 若你快乐 你快乐 粉丝 我一直持统 我为你陡落一身风雪 月光为你停留 不谈风月 我陪着你把命运紧握 你是我年少久违的梦 微光醒醒了我 若是误会来世重逢如何祈祷 我